眼前这辆2018款的宝马M6便是Tim从Copart上竞拍到的 由于车辆暂时处于无法启动的状态 所以只能借用皮卡将其拖回自己的维修场地 通过视频咱们可以看到 该车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前后的保险杠都已撞毁 而且里面的排气管连同消音器都被撞掉了下来 大乖是非常好奇前任车主是怎么把车子撞成这样的 因为这辆宝马M6不仅车头跟车位有着严重的损坏 就连主驾的车门都被撞凹陷了 而且副驾的前翼子板也被撞了一个大窟窿 相当于车身四个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当时这辆车是发生了一个怎样的事故 难不成是前任车主玩飘移 结果玩拖了 咱们这边就跟着Tim的镜头进一步查看车损的情况 然后整理出一份零件清单 看看都有哪些零部件需要订购换新 以及有哪些零部件能够修复继续使用 据Tim介绍该车目前仅行驶了16000英里 18年的车子就这里程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这辆宝马M6还配有竞赛套件 其中就包括探陶的刹车盘 此外该车搭载的是一台4.4T双涡轮增压V8引擎 最大可以迸发出600匹的马力 峰值扭矩680牛米 0百加速仅需4.2秒 动力输出也是嘎嘎猛 不过平时在路上几乎很少能见到宝马M6 没有M5那么常见 这里可能有朋友就会说了 M6这款车都停产了 自然是少见了 可问题是没停产之前 感觉它也没M5那么常见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M6这款车子的外形还是挺好看的 低调沉稳 大气而不张扬 时尚而不激进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 毕竟审美这个东西 就属于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总之大乖挺喜欢它这个外形的 虽然整个车头被撞得稀巴烂 但是发动机舱的情况还不错 没看到有什么大的损坏 而且整个机舱还挺干净的 不过前面的散热器就不怎么好了 他这边说是 下面这个有冷却器 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损伤 因为前保险杠还没拆解下来 所以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暂时还不太清楚 只能目测一下里面的情况 像连接的这个冷却软管都被撞掉了 所以他感觉里面散热器的情况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像上面的引擎盖 跟两侧的前翼子板 还有前保险杠 包括左前大灯这些零部件 肯定都是要去订购新的了 防撞凉的状态看着还不错 没有大的变形跟弯折 应该能够继续使用 上面的这些塑料盖板 也是需要去订购新的 这车要订的配件还真不少 因为有冷却器的那个连接管路 被撞脱落 Tim担心车辆的机油可能已经漏光 所以他现在也不太敢去启动发动机 因为那样很容易会对车辆造成二次损伤 现在就是看看车损的情况 等确认完车损之后 再出去买一块新的油冷却器 把那个坏掉的油冷却器换掉 然后尝试启动车辆 其实 在他将这辆宝马M6拖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去听听 这台V8引擎的咆哮声了 但是饭呢 要一口一口地吃 像这个轮圈 也是包含在竞赛套件里面的一个项目 但是 Tim觉得它们并不好看 所以他决定 后续会换一组其他样式的轮圈 里面 就是探桃的刹车盘 这么一大块的探 估计这个刹车盘的价格 也是十分的昂贵 好在这个前轮的刹车盘 没有任何的问题 刹车卡钱的状态也很不错 但是他这个卡钱的颜色 说实话 真心不怎么好看 不知道 Tim后面会不会给他改个颜色 黑色 白色 蓝色 随便哪一个 应该都比原车这个刹车卡钱的颜色 要好看很多 相比那些被撞毁的车身覆盖件 最让Tim头疼的地方 就是驾驶位的这个A柱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A柱 有着非常严重的刮擦跟变形 Tim初步的维修方案 就是通过板筋的方式 将这块A柱的大体形状 修整回来 接着打磨掉这片区域的油漆 然后用逆子去找 能不切割 就尽量不去切割 像后门这部分的损伤 也同样可以通过板筋的方式 将其修复 利用那个拉拔器 把这片凹陷的区域拽出来 然后用逆子去造型 这点小损伤 就没有必要去换车门了 包括后翼子板轮煤这片区域 也是同样有着一个凹陷的损伤 跟刚刚那个车门的问题差不多 但是 这里有一件让Tim非常棘手的事情 就是该车后备箱的底部 被撞了一个口子 而这个位置呢 正是蓄电池的安装位 后方撞凉没什么事 后备箱的底部 直接被撕裂了 大乖是越来越好奇 这辆车当时是怎么撞的了 关于后备箱的这个损坏 Tim也不打算切割 他是想着 把那个撕裂的地方补焊起来 然后再去把整个后备箱的形状 给整回去 除此之外 这边还有一件 让他非常伤心的事情 就是 副驾尾轮的探陶刹车盘 被撞裂了 Tim在得知 这个探陶刹车盘损坏之后 他也是第一时间 上网查询了 这个刹车盘的价格 就这么一个探陶刹车盘 2500美元 用Tim的话来说 这真是一个 让人心碎的消息 而且 上面的这个油箱盖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居然被人给拆走了 这边的后翼子板 也没有什么大的损伤 按道理 这个油箱盖 应该不会丢失的 多半是车子 在停车场的时候 这个油箱盖 被需要他的人给顺走了 像这么一个油箱盖 如果去买的话 又要花上180 副驾这边的前门 也是有着 一处凹陷的损伤 包括下面的侧裙 也被刮蹭了 还有后视镜的外壳 也不知什么原因 被人给拆了 原车好像是一个 碳纤维的外壳 这东西到时候 也需要重新去订一个 前翼子板里面的 这个白色罐子 应该是装在 玻璃水的水壶 右前大灯 好像是不用换心 看着没有什么损伤 灯罩外壳 连刮擦伤都没有 前保险杠 大概是需要2000美元 Tim说 他可能会考虑 采购二手的拆车件 因为新件实在太贵了 接下来 让咱们再一起来 看看车内的情况如何 前排车窗玻璃 已经完全破损 所以贴了一层胶纸 防止雨水进入车内 等会还需要额外 去订购一块车窗玻璃 而且 主架的方向盘的安全气囊 跟西部气囊 还有侧气帘 都已弹出 这些东西 也都是要换的 包括主架这边的安全带 副驾当时应该是没有乘客 所以那边的安全气囊 并未弹出 这也为Tim 节省了一笔开支 车内的碳纤维装饰件 还是挺多的 而且 该车还配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车顶内衬也是 Alcantara的材质 有种想把它改成 星空顶的冲动 没想到这边的侧气帘也弹了 应该是车门 或者A柱 受到撞击的缘故 副驾安全带也没有爆死 主架的安全带 已经完全爆死 而且 主架座椅也有着一定的磨损 后续还要想办法 把这个地方给修复一下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这些功能这辆车也都配备有 大乖个人觉得 这个机械仪表盘 可要比那个液晶仪表盘 好看太多了 特别是这种跑车 这边 就是后轮撞掉下来的刹车盘 Tim准备留作纪念 看着跟陨石似的 它下面是要对车辆做一个拆解 先将损坏的前保险杠拆出 像里面的这些传感器 应该还是能够继续用的 还有装饰隔山上面的 那个M6的标志 也可以保留起来 拆完前保险杠 接着再去拆这个受损 最严重的尾轮 咱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探陶刹车盘 已经是完全撞霉了 包括刹车卡前内的刹车片 也都不知所踪 卡前彻底被撞分离了 整个转向节断裂 半轴也存在着一定的变形 这一整套的悬挂部件 看样子是都要换掉了 里面的这些拉杆也都不例外 该车后悬挂 采用的是一个 铝合金多连杆的一个设计 前悬挂则是 铝合金双接头弹簧柱 前至后驱的车子 像这些悬挂部件 买一套完整的 也是非常的昂贵 Tim现在也是希望 自己能够找到 同款的拆车件 这样就可以为他 节省很大一部分的开支 刚刚拆完前保险杠之后 他已经确认 里面的这个油冷却器损坏了 Tim打算 等会就出去买一个新的 然后看看今天 能不能尝试去启动这辆车子 继续拆解车头受损的部件 像机舱上面的这些塑料盖板 也全都要拆掉 包括这里面的密封条 就这么直接在室外修车 说实话真不多见 如果要是突然下雨了 那就很有意思了 左前这个大灯 一定要保存好 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就这么一个大灯 如果去买的话 1500美元 而且还不包含模块 这一类的东西 就单独一个车灯 右前大灯肯定是要换的了 不过这上面的模块 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类似大喇叭的塑料件 应该算是一个疾风罩吧 因为它这个后面 就是车辆的散热器 说真的 这车的撞击点 真的特别有意思 车头的上部跟下部位置 都有损伤 唯独中间这个位置 没有受到伤害 咱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防撞梁 是一个完好的状态 似乎这次的事故 就跟它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这边就有一个下支架 被撞上羊了 现在Tim 就是尽力 把它给压回原来的位置 这个支架到时候也不用做什么切割处理 这样压回去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撕裂伤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受损的有冷却器 可以看到 那个接口的位置被撞掉了 其实要修的话 这东西也是可以修的 就是有点麻烦 因为你要去找跟它一样的那个接口 然后给它焊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散热器的损伤 几乎都集中在了下部这个位置 Tim这边是驾车出了一趟远门 取回它从网上订购的一些配件 像车门跟大灯 还有前后的保险杠 都是二手的拆车件 感觉这些配件 就像是从一辆车子上面拆下来的 能找到这些拆车件也是挺厉害的 因为毕竟这款车型都停产很久了 这边就是他买的一套二手的悬挂部件 接下来 就是把这套悬挂部件 给他换装上去 先将原车 这套损坏的悬挂拆出 这么大的一颗螺栓 都被撞变形了 可想当时的撞击力度有多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根半轴卡在里面了 无论怎么使劲 他就是拔不出来 后面实在没办法 Tim又把这颗螺栓拧了回去 然后借用拉锤 这才把这根半轴给拔了出来 就这样 里面变速箱的轴承 居然没有问题 真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原车的那个下控制臂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这边是把买回来的 这个控制臂给拆了下来 然后再去组装 这套悬挂部件 到时候拆下来的那个控制臂 也可以拿去单独出手 这样也能给自己回一点本 他需要的就是 半轴跟转向节 还有上面的拉杆 把这些部件给他们装好就可以 然后这边 就是他新买的探陶刹车盘 非常的耐丝 拿着被撞坏的刹车盘比划了一下 确认大小是一样的 而且这种探陶的刹车盘 十分的轻盈 像这种探陶的刹车盘 基本都是跑车的标配 热衰减低高温性能好 而且 他要比铸铁盘轻 至少50% 车轮他也是 买了一套新的 原车的轮圈好像是7幅 现在被换成5幅 这种5幅的轮圈 看着也是 更加帅气许多 他这边也是转动了车轮 确认半轴是能够正常运转的 这说明 里面的差速器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刚刚原车的那个半轴 为什么会被卡在里面呢 后背箱放的这个纸箱 就是新买的油冷却器 为了买这么一个配件 Tim可是足足等了三个星期 据说是从德国那边发过来的 现在就是把它给装到车子上 然后接上外置电源 准备尝试启动车辆 此刻 Tim的内心 也是非常的紧张 毕竟车子拖回来以后 就还没启动过 也不知道这台V8的引擎 能不能正常工作 这车的启动电池 应该是在后备箱 为了图方便 他直接就在车头这边搭电了 腹集接在了那个简震塔上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第一次成功启动之后 Tim马上就将车子给熄火了 平复一下心情 准备尝试第二次启动 Let the oil Let the oil kind of Shake it Yeah, run through the system Wow Dude, that sounds beautiful Anything leaking? 一路路 哇,what the fuck? what does that mean? probably just been standing hopefully let's back it up let's see if the transmission works whoo she's moving yup,yup,yup chill out can I go that side? yeah go ahead turn more towards me 发动机是能够正常工作 但是总感觉它这个声音 有点不太对劲 也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排气被撞坏的原因 能够看到车辆的驱动跟转向系统 也都是正常的 此刻Tim的心情也是十分的舒畅 只要车子的动力系统没有问题 其他的东西都好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换装的这个新车轮 看着好像比原车的那个车轮要小很多 近距离看着还不错 离远点看的话 就觉得跟车身不怎么协调 也不知道 Tim后续准备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全都换成这种新样式的轮圈 还是说把它换回去 咱们继续往下看 先将车内弹出的这些安全气囊清掉 像主驾这个方向盘上的气囊 可以说是整车最好拆的一个气囊部件 你只需去找这么一根铁丝 然后往方向盘左下方的这个位置一搓 这个安全气囊就会自动弹出 对了 右下方这个位置也要搓一下 不然这个安全气囊没法完整取出 一般向主驾的这个安全气囊爆开之后 里面的气囊油丝也会跟着溶掉 当然有时候运气好的话 它这个气囊油丝也可能不会发生融化 现在它这种情况就是不仅要买安全气囊 还要连同气囊油丝一起买回来 下面的西部气囊同样也比较好拆 只要拧掉两边的固定螺栓 接着拔出相应的线束插头 然后就能把这个气囊构件给拆出了 车内最难拆的还得是这个侧气帘 因为它需要你把整个车顶内衬放下来 然后才能去拆这个侧气帘 但是拆这个车顶内衬呢 你就需要先把这上面的附属件全都拆掉 像遮阳板 还有车顶的控制区也全都要拆掉 但是由于它这辆车现在停的这个地方 整说呢就是光线比较暗 所以Tim准备把车子开到别的位置 然后再去拆这个车顶控制区 一般像这种侧气帘爆开之后 需要及时的去给它拆解出来 不然等时间久了 这个车顶内衬很容易就会出现那种折痕的情况 虽然发生折痕之后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将其恢复 但是很难达到出场的那个状态 如果是有强迫症的朋友的话 那么看到这种折痕会非常的难受 这个时候呢要么选择无视它 要么就直接更换整个车顶内衬 除了主驾的侧气帘 副驾这边的侧气帘也爆了 所以同样也要给它拆下来 起初大乖以为这辆宝马M6的碳纤维车顶 是前任车主后期自己改的 毕竟咱也没开过这车 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配置情况 只是后面查了一下资料 没想到它出场就是碳纤维的车顶 真是没有花钱的不是啊 下面就是把这个新的侧气帘给它装好 刚刚爆掉的侧气帘怎么拆的 现在就照着反向操作 给它装好就可以 放置到指钉的位置 该拧的螺钉拧好 该接的插头接好 该说不说的 它这个侧气帘的覆盖面积 还是挺大的 直接从A柱延伸到了C柱 甚至到了三角车窗的那个位置了 大乖之前见过很多的车子 它们的覆盖面积 就只到B柱那个地方 厂家甚至恨不得再减一半呢 就只有那么一小段 将新的侧气帘安装完成以后 接着再把车顶内衬附位 使用吸尘器 将车门上面的这些碎玻璃收拾干净 因为主架的这个安全带 在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 出现了BOSS 所以这个安全带也要给它拆解出来 然后送去重置 它这个安全带是装在这个座椅上面的 所以Tim这边是把整个座椅给拆掉了 这样方便在外面去拆解这个安全带 车内应该没有那个操作的空间 这可能是它拆过的最难拆的安全带 咱们正常车子上面的安全带 你只要把那个B柱的装饰板给拿掉 然后就能将其拆出 完全都不用去拆什么座椅 更不用像它这样去分解座椅 拆完旁边的这个盖板 接着再去拆这个卷收器 然后就是上面的这个导向板 相当于从下道上走了一圈 这东西拆的时候有多麻烦 装的时候就有多费劲 像上面这个安全带锁扣 也同样要给它拆出来 这些东西一起打包送走 接下来是要检查车尾后备箱的一个损伤情况 把后面的尾灯跟保险杠拆掉 这个黑色的塑料件 就是那个保险杠的杠夹子 这也算是一个易损件 像被撞弯的这个支架 咱们直接给它掰回去就可以 这些都是小问题 最麻烦的呢 就是这车的后备箱有着一定的变形 可能是因为车子当时脱底造成的 在解决这个后备箱的问题之前 Tim打算先处理一下车头的一些事情 这边应该就是他新买的吸能盒 要把它给换装上去 包括水箱框架 还有一部分的散热器 咱们这样看着 觉得前面的吸能盒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变形 先将防撞钢梁这上面的线束脱开 接着再去拆除车子的防撞梁 它这个防撞梁跟吸能盒是分开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吸能盒更换起来 也就变得不那么困难 而且还可以单独更换 要是那种一体式的设计 那就需要连通防撞梁一起换掉了 把水箱散热这上面的两根支架拆掉 还有就是断开这些连接的管路 然后整个水箱就能直接取出 但是这里好像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无论Tim怎么操作 这个水箱散热就是取不出来 完全被卡在这里面了 所以它只能是把这些散热器逐个拆解出来 这样一来花的心思跟时间也就变得多了 因为它这里面有些散热器是好的 你在拆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才行 特别是那个冷却软管接头的位置 一定不能给它弄坏了 现在它拆出的这个散热器就是一个完好的部件 这里面估计还有不少的冷却液 大家看它这个冷却液一直在往外冒 后面的这个散热风扇也是好的 这应该是空调的冷凝器 这个冷凝器肯定是要换新的了 Tim这是没排放冷却液 直接就这么开拆了呀 在室外露天的环境修车也就算了 冷却液不放 直接拆散热器 属实没谁了 需要换的 就是主架这边的西能盒 因为它是通过螺栓连接的 所以 咱们只要把它的固定螺栓拧掉 然后整个西能盒就可以直接拔出来了 这边对比了一下 大家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 原车这个西能盒的损坏位置 就是侧面这个地方被撞褶皱了 导致整个西能盒的长度有点溃缩 可以看到 这个新的西能盒明显要长一些 安装跟拆解一样简单 几颗螺栓一拧就可以 也不用什么焊接作业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些朋友 会有这么一个疑问 就是西能盒都被撞溃缩了 难道后面的纵粮没问题吗 你还别说 它这个纵粮 还真就没什么问题 不然的话 以Tim这么严谨的修车态度 它肯定是要上拉拽机的 看过它之前修的那辆奔驰 AMG C63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它修车比较仔细 接下来就是对水箱散热 进行一个组装 把它们分别 装到这个水箱框架上 这还是原车的那个散热器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新买的冷凝器 这些接口的位置都要布置好 散热风扇也给它装上 其实组装这些东西并不难 难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 零配件它就坏了 很多时候 你只有在装车以后 试车的那个过程 才能确认这个配件没问题 就为了换一个空调的冷凝器 跟水箱框架 其实原车的那个水箱框架 还是能够继续用的 但它可能觉得 竟然都拆到这个地步了 那么索性就干脆 连通这个水箱框架 一起也给它换了 相当于把整个水箱散热给打散 重新装了一遍 所以想修好一辆车子 咱们看着觉得很简单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车轮前面的这个小散热器 也要给它换一下 已经被撞得完全不成样子了 不过好像没发生漏液的情况 这些新的散热器 应该是从eBay上面买的 能够看到一些小的损伤 当然 这些损伤并不影响使用 将组装好的水箱散热 装回车上 该连接的管路都连接好 该拧的螺钉都拧上 还有一些传感器的插头 前面的塑料框跟防撞梁 也一并装回去 其实看重量有没有问题 看这个防撞钢篮的螺丝孔位 能不能对上就可以 只要这个螺丝孔位能够对上 车子的前重量 基本上也就没什么问题 这边就是蒸馏水 然后旁边这个是冷却原液 在添加它们的时候 分别就是50比50的比例 而且 宝马M6这个车子 比较有意思 正常咱们的冷却液 都是一个加注口 但是它这边有两个加注口 所以Tim就想到了这么一个办法 左边那个加注口 咱们加蒸馏水 右边这个加注口呢 咱们就加冷却原液 因为车子的这个散热系统 它是相通的 所以这么添加 也没什么问题 所需的冷却液添加完事 紧接着 Tim便启动了车辆 让发动机运行起来 查看车子是否有漏液的情况 车辆怠速了一段时间 确认没有漏液的问题 咱们把这个新的主驾气囊装车 之前送去重置的安全带 现在也被送了回来 所以一起给它安装好 然后再把这个座椅装回车上 打磨需要喷漆的一子板 跟车门还有引擎盖 看样子 Tim是准备直接在这个室外喷漆了 之所以要打磨这些车身覆盖件 就是为了提高油漆的附着力 像这么一个引擎盖 你绝对想象不到它的价格 1300美元 这应该是原车的左前一子板 Tim并未选择更换 而是对其进行了修复 右前一子板是换了一个新的 这边就是在除油除脂 算是喷漆前的准备工作 先在纸板上面是喷了一下 确认没什么问题 接着开始正式的喷涂 这第一遍喷的是底漆 它这底漆好像是选择了一个白色 一般正常情况下 几乎都是选择灰色 大乖本以为只是底漆在室外喷涂 没想到它这个面漆也准备在室外喷 这个操作就比较厉害了 现在它就是在调制这个面漆 调制好以后 直接开始喷涂 先喷的车门内表面 这应该是主驾那边的前车门 主驾的前车门受损比较严重一些 所以它是选择了更换 其实原车的那个车门 如果进行板筋修复的话 也是能够修整回来的 可能是Tim嫌太费时间了吧 然后呢在找前后的保险杠的时候 刚好又找到了这么一个二手的车门 于是就顺手把它一起给买了回来 引擎盖也是喷了背面 还有一子板也是同样喷了背面 感觉正面的油漆 它应该是打算去喷漆房处理 这样也可以节省一笔开支 毕竟租用喷漆房 可是要花费不少的钱 面漆喷涂好后 现在喷的应该就是清漆层了 清漆一上 整个油漆的光泽度 也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嘎嘎亮 蹭着油漆干燥的这个过程 将原车的引擎盖拆出 把上面的这个隔音棉 装到新的引擎盖 接着将喷好漆的一子板装车 两侧的前大灯也给他们挨个装车 因为Tim准备等会出去试一下车子 左前大灯也是直接买了一个新的 右前大灯则是原车的 他这个保险杠买的真心不错 不仅有装饰隔山 而且带着碳纤维的下铲 车标也都还在 还别说这个保险杠装上去 这种三拼色的效果还挺不错的 在出去试车之前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更换该车的刹车片 刹车这个东西可是非常重要的 这边就是Tim新买的刹车片 这套刹车片也是花了它400美元 可以说是相当的昂贵 拆出右后尾轮 没想到原车的这个刹车卡钳 还能继续使用 我以为它 连通刹车盘一起被撞坏了呢 装好里面的刹车片 接着给它卡回刹车盘 该拧的螺栓拧好 其他几个刹车卡钳的刹车片 不用更换 因为它们的悬挂部件 没有受到损坏 就这个右后轮撞的比较严重 直接把刹车盘给撞碎了 这边是重新加注刹车油 像这种刹车油呢 不论汽车品牌是什么 建议更换的时间都是两年 或者4-6万公里换一次 气候潮湿的地方 它的更换周期还会短一些 因为刹车油具有很强的吸水性 当然这都是比较保守的更换周期 实际可以根据自己用车习惯 像从刹车频繁程度来判断 比如你的车子长期在市区行驶 那么更换的周期 肯定要比长期高速行驶的车辆要短 因为它用到的刹车肯定会更多 那么我们刹车油需要更换的时候 一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制动踏板变软 比如咱们的车子在长时间行驶之后 车子的刹车踏板容易变软 踩刹车踏板的时候 它会往下沉很多 像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的刹车油严重吸水 导致车辆的制动系统在高温的情况下 由于咱们使用刹车在刹车片和刹车盘进行摩擦的时候 将高温传递给车辆的刹车分泵 刹车分泵的刹车油呢 因为长时间没有更换 里面的含水量太高 上次流动的水在高温情况下气化 从而形成气体 导致咱们的车子在长时间行驶之后 踩刹车失效 因为气体无法建立油压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就必须要更换刹车油了 其实刹车油一直是咱们汽车保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 而且有很多的人都认为汽车不用更换刹车油 因为他们的车子就从来都没有更换过刹车油 但是也能够正常的行驶 正常的刹车 其实这都是因为刹车油中虽然含有水分 但是没有在高温情况下 水分还是能够产生制动压力 只是刹车会稍微软一些而已 但如果咱们的车子在高温高速公路上长时间行驶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导致刹车管路中的温度过高 从而含水量较高的刹车油就会产生气阻 特别是咱们长下坡一直使用刹车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造成刹车失效的问题 所以经常高速行驶的朋友 一定要检查好车子的刹车油定期更换 毕竟这个东西可是关系到自己的安全 千万不能马虎 这部Tim就为了等会试车的安全 他决定把这个撞掉的排气切掉 不然等会车子跑在路上的时候 这个弯曲的排气管有种随时都要掉落的感觉 反正后面也是要换装一套新的排气 这个排气管早切晚切都是一样的 咱们先来听一听 这车没有排气消音器的这个声音怎么样 该说不说的 这个声音比原先更加低沉好听很多 处理完刹车跟排气管 他这边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把主架这个前车门给换掉 换上那个新车门 先将这里面的内饰板拆出 这是防水的那块橡胶垫 也是通过胶粘来固定的 拧掉车门脚链的螺栓 然后这个车门就可以拆出来了 整个过程还是挺简单的 没有什么太大难度的操作 把原车门这上面能用的线数 还有一些能用的零部件 一直到新车门上 主要就是车门锁跟车窗升降器 这一类的配件 包括这个密封胶条 把这些东西都安装好 然后就可以装车了 因为外面板还没有正式的喷漆 所以车门的内饰板 暂时先不进行安装 车窗跟门把手 倒是要先给它们装上去 因为是车需要 后面喷漆的时候 门把手肯定是要再拆一次的 还有就是 这个门槛侧群有些脱落 需要重新给它紧固一下 但是 Tim在这边鼓到了半天 这个门槛侧群就是弄不好 要么是后部那个位置安装不到位 要么就是 跟这个后排车门有阻碍 所以它干脆就把这个门槛侧群给拆了 也不装了 反正这次只是单纯出去试试车而已 这边是测试了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 确认刹车一切正常 不过相信细心的朋友应该也都看出来了 它这个方向盘有点歪 因为更换了悬挂部件 车子还没有做四轮定位 所以后续 Tim还要去给这辆车子 做一个四轮定位才行 仪表盘亮的安全带灯 跟安全气囊的故障码 那是因为它还没有销故障码 后面只要用诊断一销一下故障码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小问题 在外面跑了一圈 不论是地板油 包括还有飘移的操作 整车的运行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耐思 没有出现车辆自动熄火 以及其他的隐藏故障 接下来 Tim准备处理后备箱变形的问题 原本他是打算更换掉这个后备箱的 但是实在是找不到相应的拆车件 所以只能是选择板筋修复的方式 先将后备箱的地毯内衬取出 接着断开这里面的线束 该拆的部件全都要拆掉 可能从这里面大家很难看出这个后备箱的变形量 但是从这外面来看 咱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后备箱折痕变形的非常厉害 想把这个形状整回去 也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把后备箱内的这些线束整理好以后 Tim也是在说 这个后备箱的损伤远比自己想象的要糟糕很多 然后这边就是他准备的工具 一套液压撑干 在使用它之前 先用锤子把后备箱的大体形状恢复一下 底板敲的差不多之后 再用这个撑干 把溃缩的区域顶回去 主要就是右边这片区域 当时被撞的向左边偏了 咱们只要把它顶回去就可以 然后再去精修这些变形的地方 里面的形状修整的差不多以后 还要把外面的形状也给它修整修整 所以 这边就是要把后方撞钢梁给拆解下来 后方撞钢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包括它上面这片区域也都是正常的 损伤主要集中在下面这片位置 把壮烈的这块板件给掰回去 然后切割掉不需要的部分 此外焊接的位置 咱们还要拿着沙轮机 把它周边的油漆给打掉 这样才能对其进行焊接作业 虽然这种方案不是最完美的 但它却是目前最合适的一个修复方案 如果是更换整个的后备箱 那么这辆宝马M6旧 将会变成一辆大事故的切割车 虽然他们不怎么在意切割这个问题 但是多少也会影响车辆的价值 而且更换整个后备箱 不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还要花费一大笔的开支 在正式开始焊接之前 咱们把这个后备箱盖给它关上 去检查一下它们的匹配间隙如何 确认匹配间隙没有问题 那么就可以进行焊接作业了 先用防火毯 把这个后备箱给它盖起来 防止等会焊接的时候 产生的那个火花 把里面的线束引燃 那就得不偿失了 其他位置都比较好焊 就是后备箱左下角的这个位置 焊起来稍微要麻烦一点 因为它缺了一个大口子 把周边的板件焊回去之后 还要去找一块相同大小的板件 将那个缺口给不起来 它这边采用的是一个二宝焊的方式 把开裂的这些位置焊接起来 二宝焊的全称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该焊接方式是黑色金属材料 最重要的焊接方式之一 因为它的焊接成本低 它的成本只有埋糊焊跟焊调电糊焊的40%到50% 而且它的生产效率也高 它的生产效率是焊调电糊焊的一到四倍 操作的流程也简单 不仅可以进行全位置焊接 并且还可以向下焊接 同时它焊出来的那个效果 也就是焊缝抗裂性能比较高 还有就是变形较小 一顿小火花带闪电的输出 Tim也是终于把这个焊接的工作给做完了 就只剩下了那个口子 先把焊接好的这些位置给打磨一下 然后从这块板件上面 裁剪一小块出来 接着把它给补上去 该说不说的 它这个形状整得挺好 刚好跟这个缺口互补 把最后这块板件焊好 紧接着Tim就开始往上面刷蜜蜂剂了 这些焊接位置的蜜蜂需要做到位 要是以后进水就麻烦了 因为这车的蓄电池就装在后备箱的位置 所以蜜蜂防水一定要做好 等这些蜜蜂剂干燥以后 接着往上面喷涂一层黑色的底漆 后备箱的内部也同样被喷涂了 等这层黑色的底漆干燥之后 咱们再往上面喷涂一层跟车身一样颜色的面漆 这样也是为了更加的美观 虽然这个位置平时也没什么人会去看 但是细节这块还是要给它处理好的 这么一罐自喷漆应该也要几十美元 等最后的面漆干燥 接着再把这个防撞钢梁装回去 还有两侧的杠夹子 装好车辆的后保险杠 以及两边的尾灯 它这是要准备查看整个车尾的匹配间隙 后备箱可以确定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这个后备箱盖有点问题 因为当时事故撞击的原因 导致它这个后备箱盖其中的一个脚链有些变形 所以这个后备箱盖在关上之后 出现了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 所以它现在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后备箱盖的内衬板给拆掉了 然后去调整这个存在问题的脚链 就这样反复拆装 最终确认现在这个状态 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但是Tim并不满意 大家可以看到 右前这个位置还是有些往上顶 所以他决定对这个后备箱盖再进一步进行调整 就这么又折腾了十多分钟 终于是把右前往上顶的这个位置给推回去了 不过这个位置现在变得有些往上翘了 相信细心的朋友也都发现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修到这种程度 除非把这个后备箱盖给换掉 如果只是单纯换链 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大乖感觉应该不是链链的问题 就是这个后备箱盖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他左下角的那个位置就被撞翘了起来 Tim表示自己只能修复到这种程度了 接下来他要去处理那个受损的A柱 其实后备箱盖调整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很不错了 他这边还特意用磁铁试了一下 A柱可以吸上 车门则无法吸住 先用沙袋机把A柱这上面的油漆打磨掉 接着使用整形机将A柱凹陷的位置整出来 这个操作的过程 大家看着可能觉得很简单 其实它是非常考验你的板金手艺的 只有拥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你才能把它大体的形状修整回去 蹭着Tim板金的这个过程 咱们也简单的来聊一下宝马M6这款车子 该车于1983年推出 当时采用的还不是V8的机子 而是代号为M88的六缸发动机 而且这款车子当初好像是以633 CSI为基础研发的 但是633 CSI的底盘跟其他部件并不适合这款大马力的发动机 所以宝马又对633 CSI进行了改进 这其中就包含加固的底盘 还有改良的悬挂系统 以及换挡速度更快的变速箱 包括刹车辅助装置 最后这款车子就变成了咱们俗称的M6 其实它应该叫M635 CSI 本来宝马推出这款车子是为了跟保时捷928 还有法拉利的308GTS竞争的 但是因为售价较高还有外观设计的原因 导致它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所以当时就生产了6年的时间 而在这6年的时间里 该款车型也只生产了5855 然后就宣布停产了 A柱这边应该是修整的差不多了 剩下这些坑坑洼洼的地方 等会就用密子去找平 现在就是对这个主驾后排的车门做一下修复 将凸起的位置敲击回去 修这个车门就很讲究手感了 每一轮敲击之后 Tim都会用手去摸一遍 找找车门的这个腰线 光靠感觉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他这边还拿了测量的工具 现在就是在对比这个车门的腰线 修完后排车门 像这个后翼子板 还有后背箱盖左下角的这个位置 也要给它修补一下 它这个后背箱盖的结构设计 也是挺有意思的 里面是一块板材 然后外面是一块玻璃纤维 就这么两块材料拼装在一起 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后背箱盖 为了修补这个后背箱盖的损伤 Tim也是专门上商店 买回了这种特殊的强力胶水 等会就配合一些玻璃纤维布 把这块位置给粘回去 先把外面这层玻璃纤维的盖板破开 接着在受损的这个位置开个孔 因为Tim担心光靠胶水 这片位置可能粘不住 所以他打算再往上面毛毛钉 就是说用胶水如果粘不住 那么就毛毛钉 大乖现在才发现 他这个后背箱盖的开关 居然是后面的车标 把车标往里一抠 后背箱盖就可以打开 这个设计也是挺有意思的 把这些挤出来的胶 全都涂抹到刚刚破开的位置 然后用胶带把这片区域粘起来 这样外面这层玻璃纤维的壳子 就能更好的 跟里面的那块板材结合 因为这个东西 你不可能一直用手压着 虽然这个办法看着有些笨拙 但是它却非常有效 这个固化的时间 大概需要12个小时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 咱们把后翼子板轮梅这片区域 也给它修一修 先把这个轮梅的腰线给画出来 接着往上面贴上一层胶带 相当于把这片区域标记出来 然后用这个沙带机去打磨 其实操作的方法 跟修那个A柱差不多 也是用整形机去整 就是多了这么一个砸锤子的动作 还有就是 时刻要去注意这个轮梅的腰线 正常来说 这个胶涂上去之后 需要等待12个小时 才能完全的固化 但是等了4个小时 Tim这边就已经等不及了 他想看看这个后背香盖沾胶之后 修复的效果怎么样 他之所以敢提前这么短时间 去拆这个胶带 是因为他试验过 他在涂这个胶之前 就提前在这个地毯上面涂了一些 可以看到 这个地毯上面的胶 已经是完全固化了 所以 只等了4个小时 就去拆这个胶带 他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还好 没有让他失望 整个后背香盖沾得非常牢固 锚钉也不用打了 Tim这里 也是用力掰了一下这个受损的位置 可以看到他这个强度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无论怎么使劲掰 都没掰断 处理完后背香盖 接着再去把副驾这边的前车门 也给他修一修 这个车门的损伤不大 但是他分布的面积很多 上一块 下一块 左一块 右一块 都是这些小的损伤 使用干磨机 先把主架这边的后排车门的油漆打掉 主要就是打磨刚刚修复的这片区域 因为要往上面刮涂逆子 轮煤这片区域的油漆也给它打掉 这里是要教大家 怎么去拆这个油箱盖的底座 上下分别有两个点位 用电钻把这四个点位打掉 然后拿着两把螺丝刀往里面一撬 整个油箱盖的底座就可以取出 使用清洁剂 将刚刚打磨的这些位置清洁干净 接着调制所需的逆子 开始往上面刮涂 这里可能有朋友会好奇 就是为什么板筋修复之后 要刮逆子呢 这是因为板筋后的车身并不平整 需要刮逆子找平 只有车身平整之后 才能上油漆 不过在金属表面凹凸不平的凹坑上面 刮逆子不是那么简单的 逆子要尽量多做 而且车身的漆面厚度 属于是比较均匀的那种 如果直接喷漆划痕无法磨平 那么你喷完油漆之后 那个车身划痕仍然可以看到 主要刮涂这个逆子 可以获得更好的漆面平滑度 还有亮度 而且这种逆子 是专门用于汽车喷漆的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开裂的 汽车刮逆子 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工艺 为了让车体更加平整有形 油漆师傅需要刮根磨 刮逆子的时候 如果遇到大坑 那么你可以分次填平 先填大坑 然后一步步填平 他这边是把第一遍 逆子给刮好了 等待逆子干燥的这个过程 咱们也别闲着 去把副驾这个前车门修一修 刚才就说 要修这个前车门 但是一直等到现在 先把里面的门式板 跟防水垫给拆出来 接着 板进这些受损的位置 拿着小锤 就是一顿敲敲打打 上面这些损伤 还比较好处理 最麻烦的是 靠近门槛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部分面板凹进去了 现在 Tim就是拿着这个拉锤 想把这块凹陷给拉出来 其实他完全可以 把整个车门拆下来的 那样修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操作的空间也将多很多 把副驾这边 需要板进的地方 都板好之后 接着把这些板进的 位置的油漆给打磨掉 没打油漆之前 觉得这个车门的损伤面积 应该不大 但是他这个油漆一打掉之后 才发现 这个车门伤的真重 要我说 干脆直接把整个车门的油漆 都给打掉算了 这样一部分是出厂状态 一部分是二次修复的状态 总觉得有些不怎么好 油漆打磨完之后 同样是往上面刮涂膩子 然后就是用砂纸去打磨 这个干透的膩子 整个操作过程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感觉很重要 主打就是一个耐心加细心 第一遍膩子处理好以后 接着刮涂第二遍又料的膩子 也就是更加细腻的一种膩子 A柱这边的膩子 同样也给他刮涂好 真没想到 Tim会用膩子去修这个A柱 最开始 看到这辆车的损伤的时候 大乖还以为 他会去切割这个A柱 然后焊接一块新件 或者是拆车件的A柱 他这种不破损的修车方式 真心不错 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不要发生事故 但是发生事故之后 也不可怕 在修复的时候 一定要多注意 不要对板筋没有进行修复 直接就用蜜子把它造型填补 虽然最后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是没有进行板筋修复 你这一块壮裂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折痕 比较严重的凹陷 它破坏了你的漆面涂层 因为这个原子灰 它还是有一个透气性和稀巢性的 时间久了 这块板筋内部 会发生袖石和腐烂 在之前修过的很多车子中 也跟大家解释过 刮原子灰的时候 一般是刮三次 因为第一次是直接大面积的去盖 盖住了之后 等它完全干燥 再打磨 打磨之后 第二次再针对第一次打磨的情况进行修补 处理完车身膩子之后 它这边是把后背箱盖给拆解了下来 准备对这个后背箱盖做 进一步的修补 依旧是先用干磨机 对这片修复的区域进行打磨 接着往上面刮涂膩子 这次刮的膩子 跟刚刚车身刮的那些膩子 就不太一样了 这次刮的是纤维膩子 因为它这个后背箱盖的外壳 就是玻璃纤维的 所以需要这个纤维膩子去找布 虽然膩子用的不一样 但是整个操作流程是一样的 等待膩子干燥的这个过程 Tim打算出去买些吃的 顺便把喷漆需要用到的材料给买回来 然后用80号的砂纸去打磨这个纤维膩子 它这边就是在用手反复找感觉 这个过程就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了 确认差不多之后 咱们再把这个后背箱盖装回车上 然后去检查它的车身间隙 用Tim的话来讲 那就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大乖看着它这个后背箱盖跟后翼子板的缝隙 还是挺大的 感觉那个螺丝刀都能塞进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原车出厂就这样 右边这个缝隙也挺大 看来出厂就是这样的 拆出尾灯跟副驾的后视镜 还有前保险杠的这个装饰格衫也给它拆掉 对这个保险杠进行一下打磨 看样子是又要做油漆了 为了喷漆做准备 保险杠下面的这个前铲也要给它拆掉 可以看到它这个前铲被拖的也是挺厉害的 说实话 看到它这个碳纤维的前铲 大乖就想起了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 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也不知道当时因为什么 脑子突然一热 想给自己的车子装一个帅气的前铲 结果前铲买回来装车之后呢 不到半天时间直接就给铲坏了 三千多块就这样打了水漂 那叫一个痛啊 因为它这个前铲是通过那个三链胶来固定的 所以再拆的时候也是挺麻烦的 要一点一点把里面的这个胶给刮开 光刮这个胶就花了一个小时拆完前铲 接着再把保险杠上面这些残留的胶剂清理干净 同时拆掉车标 然后对整车做上一个保护 胶带反贴 不仅板金修得仔细 就连贴这个胶带都这么仔细 说真的 修了那么多车子 感觉就属Tim修的车子最仔细了 它这是相当于把受损的面积给圈了起来 就只对刮过逆子的这些地方做漆 使用这种塑料薄膜将非喷区域保护起来 调制所需的油漆 然后开始喷涂 依旧是喷的这种偏白的底漆 底漆喷好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保护给撕掉了 然后同样是用干磨机 去打磨这些喷漆的地方 打磨完事之后 给车子做一个清洗 说实话 这辆宝马M6拖回来这么久了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Tim洗车 因为自己没有喷漆房 所以他这边是在当地的一家油漆店 租了一间喷漆房 现在他就是要把车子拖过去喷漆 底漆在室外喷涂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车身的面漆跟清漆可就不行了 在出发之前 他这里还要做一件其他的事情 就是把这两个门槛侧群给修一修 等会好一起喷漆 先用干磨机打磨了一遍 接着用热风枪烤一烤 让这些开裂的位置显现出来 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位置给不起来 补好之后呢 同样是去刮这个纤维膩子 跟修那个后背箱盖一样 这应该是倒车影像的那个摄像头 后背箱盖的车标也要给它拆掉 当你倒车的时候 它这个车标就会自动放开 跟之前那辆奔驰AMG C63的设计一样 拆掉后排侧门的车窗压条 还有门把手也给它拆出 不然装在上面有点碍事 包括前面的大灯 给车子开到拖车上 把四个车轮固定好 然后咱们直接出发 经过Tim这么一番漫长的赶路 终于是抵达到了这家油漆店 将车子卸下来之后 Tim紧接着就对需要喷漆的覆盖件 进行了湿膜的工作 像引擎盖跟易子板 还有车门以及后背箱盖 除了车顶 可以说是整车都要重新做一遍油漆了 因为它这个喷漆房的空间有限 所以这个喷漆的工作 只能是分三次来进行 先喷引擎盖跟后背箱盖 还有一些小的配件 然后就是去喷这个车身 第三次就是喷这个前后的保险杠 还有两边的侧裙 其实喷漆的这个过程 也没什么好讲的 相信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三层的面漆跟两层的清漆 趁着他们喷漆的这个过程 咱们聊一个其他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全损车 像这辆宝马M6当初 就是被保险公司给打了个报废 也就是全损车 经常看这类修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很多车子看上去还行 修一修 弄一弄 还能够挽救的回来 为什么 就被保险公司打了个全损 然后直接拿去拍卖了呢 主要原因是在那边修车实在太贵 特别是工时费 它的这个工时费 已经细分到了各个项目 各个细节 大乖在这里举个例子 如果在当地的连锁汽修厂 你去做这个车身板金方面的修复 150美元一个工时 比如修这个车门 光工时可能就要五六个 而且 这还不算材料费 就这么一个车门修下来 至少都要1000多美元 其他的就别说了 如果一起算下来 那价格肯定超过车价 所以很多车子就这样走了全损 聊得 好像有点远了 咱们继续回到这辆宝马M6的维修当中 这个清漆一上 整个光泽度 立马就展现了出来 油漆的问题解决好之后 接下来的工作 就相对要简单很多了 把车子拖回自己的维修场地 接下来要对该车 进行一个组装的工作 先从这个后备箱开始 把这些该插的插头都插好 接着装上新的蓄电池 还有两侧的尾灯 跟这个倒车影像的摄像头 关于后备箱盖的车标 他这边是直接买了一个新的 该拧的螺丝给他拧好 然后就是去装这个后保险杠 油箱盖的底座跟油箱盖 也都买了新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注意 这车的副驾尾轮 他之前换了一个尺寸偏小的车轮 大乖 当时以为那个车轮是新买的 然后就觉得他打算采用那套车轮 结果并不是这样的 那个尺寸偏小的车轮 是他从另外一辆宝马M4上面拆下来 暂时借用的 所以他现在是装回了原车的那个车轮 后备箱的内衬 还有这个密封胶条 也给他们挨个装回去 装好后备箱盖的内衬板 整个车尾的组装工作 就彻底结束了 咱们接着再去安装这个门槛侧裙 对好相应的位置 然后直接卡进去 原车这个门把手的中间位置 应该是一个镀隔的装饰条 Tim觉得那个颜色不怎么好看 所以定了一套这种黑色的装饰条 这个黑色 刚好可以跟车顶的那个碳纤维相呼应 这边点的外卖是到了 补充一下卡路里 然后继续下面的组装工作 从A柱到C柱的这块装饰条 给它卡回去 这车的三角玻璃 没有单独设计出来 而是跟后排的车窗设计在了一起 不知道后排车窗在升降的时候 它这个三角玻璃 会不会跟着一起升降 感觉应该是不会 之前拆的车窗 压条 给它安装回去 还有就是 这个后视镜跟门把手 包括里面的门式板 不过在装门式板之前 先将车门的内部清洁一遍 接着装上防水垫 然后就是这个门式板 主架这边的安装 跟副架那边一样 所以 咱们这里就不多展示了 把前保险杠这上面的装饰隔山 跟传感器一类的配件组装好 接着启动车辆测试后视镜的折叠功能 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还有就是 车窗的升降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确认这些功能没有什么问题 紧接着Tim 又开着这辆宝马M6 出去试了一下车 反正这套轮胎都是要换的 所以 烧胎就烧胎吧 几乎每次是车Tim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差不多是他的专用场地了 在这个场地转了几圈 要回去把这车的轮胎跟简震给换一下 这边就是他新买的轮胎跟轮圈 拿到这个轮胎的商店 做一个动平衡 这个轮圈的款式 跟之前他修的 那辆兰博基尼的轮圈非常相似 感觉就是从那辆车子上面拆下来的 轮胎的尺寸是295-30 20英寸 新车轮的动平衡做好之后 接着再给他们拖回自己的维修场地 然后这边就是Tim新买的一套简震弹簧 觉得原车那个黑色的弹簧不怎么好看 所以买了这么一套跟车身颜色相匹配的弹簧 而且 他这个还是短簧 相信大家从这个名字 也能听出他大体的意思 短簧的长度 肯定是要比原厂的弹簧要短 同时也要更粗壮一些 更换这种短簧 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车身重心 而且还能减少车辆过弯时产生的侧倾 让车子过弯的时候更加稳定跟顺畅 达到一个提升车辆弯道操控性的作用 当然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车辆原厂减震器的阻尼设定偏向舒适的话 那么 你安装的 这套短簧 跟原厂减震器在配合的时候 将不是那么的稳定 它不能够有效地控制短簧的回弹和压缩 特别车子行驶在颠簸路面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不适的跳跃感 时间久了 减震器的寿命会大大减短 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漏油的情况 当然上面说这些问题都是相对而言的 如果你日常正常行驶的话 那它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损坏 而且更换短簧是降低车身高度 最实惠的一种改装方案了 大乖这里想说的呢 就是改装弹短簧这个东西 有力有弊 虽然它能提升车辆一部分的操控性 但是提升空间有限 而且 如果你用车的路况比较复杂的话 长此一往 可能会对减震器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 在改装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改装方案 像Tim这样 前轮的两个减震弹簧更换起来 可能还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后面这两条减震弹簧 换起来就有些麻烦了 因为它需要拆掉整个后排的置物板 然后去找这个减震塔的固定螺栓 只有把这上面的螺栓都给拧掉 然后才能去把里面的减震器拆出来 不然这个减震弹簧 根本就没办法更换 就这么一条减震 如果去买新的话 1200美元 而且在拆后面这个减震弹簧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Tim现有的套筒 没办法去拧减震器上面的这个底座 因为它这个减震器上面有一条线束 它这个套筒 需要一部分开口的位置 不然这个线束没办法放进去 所以它又出去专门买回来了一个新的套筒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可以看到套筒中间这个位置 是有一条长方形的开口 这样减震器的线束 就可以穿过这个地方 然后去拧着上面的固定螺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是把主架这边的减震弹簧给换好了 副驾那边的操作流程也都是一样的 它这边就只单纯换了四条减震弹簧 减震器还是用的原车的 现在就是把这个新的轮胎给它装好 该说不说的 这个刹车盘是真大 都快赶上普通汽车的刹车盘的两倍了 车顶的装饰条 还有这个帅气的小尾翼也都给它们装好 包括保险杠的潜产 这潜产还是原车的 两边的大灯专门做了一遍清洁 排放原车的机油 给车子做一下保养 更换新的机油滤清器 以及往发动机内添加新的机油 前保险杠的车标也给它贴好 还有后背相盖M6的标识 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以后 接着将车子开到刚刚那家轮胎店 给它做一个四轮定位 像这种刚改完悬挂 包括更换了新的控制币 还有转向拉杆 把这些东西换完之后 非常有必要重新做一下四轮定位 如果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方向盘处于摆正的状态 在300米之内 车子没有明显的往左偏移 或者是往右偏移 那么你的车子就没有问题 如果发生向左偏或者向右偏 那么就有必要去做一下四轮定位 因为做完四轮定位之后 一般车子发生左偏或者右偏的情况 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做完四轮定位之后 接着给车子削一下故障码 然后装上车尾的后扩散器 关于新的排气管 刚刚在做四轮定位的时候 就已经被安装好了 这辆2018款的宝马 M6维修到这里 也就完工了 下面让咱们一起 沉寂寂是欣赏整车修复之后的一个效果 还有就是 听听听这个新的排气声音怎么样 好 好 好 咱们本期的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Tim提供的素材 如果各位朋友想看Tim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去他的频道观看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